到了现场 孔定辉是中国鱼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 严森现在也是朱雨玲的教练 我记得严森也带过狐狸梅 那么朱雨玲最近呢 可以说她的上升趋势迅猛 朱雨玲在近期的发挥 在苏州视频赛5月份之后 连续夺得了中国公开赛 亚洲锦标赛 全国锦标赛的单打冠军 平朝联赛当中的女子单打的排名第一 那么在这次青春会结束后 即将首次出征在日本仙台进行的女子世界杯 这个朱雨玲也是现在中国女兵的奥运人选 当然没有最后决定 但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我相信朱雨玲呢 她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能够参加明年的巴西 纽约奥运会 这一铃呢是代表成都 来自四川队 胡丽玲呢是一名萧球大法 我相信林强对胡丽玲也是非常了解 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萧球选手胡丽玲的情况 胡丽玲是这次是代表这个山东四国 她本身也是山东四国游 她来自巴一队原来 对对对对 然后她是在13年的巴黎士兵赛女单资格赛上 一名精言可以说是 第一个从没有参加任何国际比赛 就成为了这个 参加世界赛的选手 这是罕见的 然后她还在2014年还夺得了卡特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再一个呢 就是像清运会啊 你包括像胡丽玲她拜队 回到她的出生地 回到她的家乡 代表家乡来比赛 其实又是一种很真挚的情感 就是说是一种对家乡父老的一种回报 我觉得也有着这种对家乡的一种情节 来参加这个第一届全国清运会 大家看到这是成都队的教练邱易可 邱易可呢 也是乒乓球男队的 获得过世界杯的团体冠军 邱易可也曾经参加市民赛 并且呢战胜过波尔 对 然后03年的巴黎市民赛 当时波尔是世界排名第一 刚刚在 刚刚在世界杯上拿到了这个世界杯冠军 士气正胜 结果第一场就碰到了邱易可就被给打掉了 爆了 对也是一战成名的 邱易可 我们来看一下朱宇玲 对狐狸梅的销球的这场攻销比赛 朱宇玲的打销球有绝招 如果按正常来讲 教练可以把心搁肚子里 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 欣赏这场比赛 朱宇玲打销球 确实有她独到之处 经常把销球打得没脾气 但不知道今天狐狸梅到底服不服气 看看她有没有这种销球的一种 刃劲 能不能跟她抗衡抗衡 朱宇玲 最拿手的好戏 她就是说在正手这个环节当中 她一个撇斜线 这个球 又有速度 又有角度 动作还不大 销球特别怕 总来不及 来不及奔跑 来不及做动作 球就落地了 但是前几天我记得在 好像是在亚洲 压锦赛 压锦赛当中 朱宇玲和韩国的那个销球打 徐孝元 徐孝元 那场球她打得真的很一般 对 也许她对徐孝元的旋转 对徐孝元的这个了解不深 但是她打的那场球是比较差劲的 就是在决赛当中 中国对韩国 对吧 对半决赛 半决赛 我们也转播了 五家平等也转播了这场 那场就打得 确实 打销就打得很差 最终 赢下来了 对逗逗记得那个谁 韩国内徐孝元 她当时只要销 还攻了 只要销不攻 朱宇玲 基本上就赢了 基本上就要赢了 但是她偏偏不信邪 我偏得攻她 反正我就是习惯性 这就我风格 我不管场上的形势怎么样 我想攻就得攻 最后呢 学校园攻那儿 朱宇玲都能给她怼回去 朱宇玲的防守 很神奇的 她防守 跟她的师姐张一宁 在某些地方 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对 现在我觉得 差的地儿还是火候 8比2 现在朱宇玲是在 延森 延森组 对延森组 原来呢 在李笋这个组 然后掉到延森那边之后呢 有一段成绩不是很稳定 对 然后经过苏州之后 现在 两人师徒呢 慢慢也磨合的 不错了 然后我看这里头 秋宇可的功劳 也是非常不小 我看在哪比赛 都有秋宇可的身影 她主要是去 盯住这个朱宇玲 我们看到 四川的 队的这个 乒乓球学校的 戴天云老师 也在现场 三比九 胡立文比前两年显得壮实多了 三比十 这么有优势的球 我们看今天 秋宇可教练还是把发型啊 稍微用摩斯定了定 也不用着急 注意点还是 有明显的优势 请脱 加转 11比3 这样11比3 朱宇玲轻松的拿下第一局 其实在开局啊 就是说 胡立梅犯了一点小小错误之后 在中局以后 其实这个 胡立梅 打的也是相当的棒 应该说 她基本能够缠得住 朱宇玲 所以我想朱宇玲呢 从第二局开始 如果她不去做困难准备 这个球 胡立梅还是会 能够有希望 赢她一两局 或者跟她能够 掐一掐 是吧 萧球虽然难度大 但是还要树立信心 我们看啊 从胡立梅的这个 萧球角度 第一点 她需要加强一点进攻 但是这个进攻 她的突然性 威胁性 她的时机 要选择好 与其不疼不痒的 拉一下 那拉她干嘛 没有什么意义 是吧 你像这种拉球 要有攻击性 突然性 还有这个压迫性 所以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在 供销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力争于 缠住朱宇玲 缠住朱宇玲之后 她也会出错 也会在冲杀 在重板的时候 也会收 这就是 狐狸梅两点 最重要的 这个球是 拉中间也不 所以你看 缠住朱宇玲 朱宇玲一定会着急 着急就会出现失误 第一局 赢得太过轻松 也会产生一些 心理上的太放松 其实她得 我刚才说 从中局以后 她已经缠住她了 虽然她开局 是大比分领先了 打到了1比8 是吧 对 1比3 狐狸梅的主动失误越少 朱宇玲的心理压力就会越大 2比3 现在朱宇玲 会在前几板的搓弓当中 找机会 不会老是跟她打这种 持久的这种拉弓 你看这种进攻 还累了个半死 是吧 累了个半天 但是没什么作用 还不如不攻 与其这么累 你来吧 你打 我来守 对 就是看着这个防守啊 注意点一点都不怕 她的进攻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攻击性 她选择的机会 也选择的也不好 那种上拳球的时候 本身就没有突然性 没有质量 更没有效果 4比3 在削的 在削球的时候 有一点落点的变化 逼两个大脚啊 或者是把线路拉开一点 我觉得对朱宇玲 还是有一定的 威胁性的 4比4 自己攻球丢了三个 4分这种 5比4 女子单打在决赛阶段 第一届 乒乓球 青年运动会 这个项目呢 是 第二届 也就是决赛 一共有16位 选手 分别有上半区的 朱宇玲 江岳 江岳是上海的 另外有银川的孙明阳 孙明阳是八一队的 是吧 对 在全国级标赛当中 刚刚进入到四强 石家庄的张文静 资博的刘高阳 成都的范思琪 石家庄的孙颖沙 哈尔滨的王曼丽 王曼玉 沈阳的陈姓彤 下面的刘希 石家庄的何卓嘉 资博的顾宇玲 还有郑州的元雪椒 昆明的王毅迪 成都的郭燕 资博的狐狸梅 看这16位选手啊 可以说 集聚了青少年 这个年龄当中 最突出 最优秀的选手 你看这个 一个我们经常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你像山东的顾宇婷 像顾宇婷 朱玉玲 胡玉玲 胡丽玲 这些都是国家一队的 包括刘光阳 好像也是国家一队的 像其他的 已经就是国家二队的选手 顾宇婷呢 他也是输给了何卓嘉 对 但是顾宇婷最近的状态 一般在打亚锦赛的时候 国家二队啊 在江苏镇江 打了一个升降级的比赛 顾宇婷很遗憾 打到了二队 胡丽玲呢 是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 战胜了成都的郭彦 比分是4比3 涉险过关 朱玉玲 朱玉玲是赢了这个上海的江越 对他们对最为紧张的是 今天上午的四分之一决赛 两个人都是4比3 险胜 晋级的 半决赛打的就比较轻松了 然后朱玉玲是4比1 赢了刘高阳 胡丽玲是4比0赢了何卓嘉 但是其中有一局打到20比18 10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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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注意灵第二局11比6 赢了下来2比0领先 其实第二局的比赛在开局阶段 狐狸梅还是能够缠住一些注意灵 后来注意灵也加强了一些扣杀 其实从消球这个角度 现在一是建立在要缠住对方 第二个也要考虑对方有一些 突然性的偷袭的一些搓弓 打一些搓弓就在进台 在进台控制搓球的时候 对方会突然的进行进攻 现在我想狐狸梅首先还是把这个目标放在能够咬下一局来 要想赢注意灵首先得把他手打紧 要能缠住他 比分比局数相差远了 对方必然会大刀阔斧的进攻 0比1 要想跟高水平的竞争 赢球难度真是太大了 我记得去年的亚运会中韩团体决赛说马龙对 朱世贺的那场球 朱世贺发挥的我觉得已经可以说完美了 基本上快把马龙给打趴下来 但是真的就差那么一点拿不下来 所以说这个消球 首先要想赢球要具备几个 就一场球来讲要具备几个环节 第一要守得住 对方怎么扣 你基本上都能顶住大板回去 前后左右的变化都得有 第二你还要有冷板 要杀住要能把对方打一个特首不及 而且全场要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状态 太难了 肯定是有难度 还有一点你说的那场 双方都很有耐心 第二 对方在远台打了一个回头 刚才林强提到了亚运会 就是马龙对朱世贺那场 那场虽然是朱世贺打得很完美 但是从整场来看 他战机把握的不好 就是说在他 对方有点紧张 有心理压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真正把握住 你不能光看外表 光看漂亮 就是你的战机的把握 这在比赛当中是 重中之重的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 在一局比赛当中 朱世贺对马龙 在10比7 10比8 朱世贺领先的时候 被马龙追了上去 然后打到10平以后 比如打到13平14平 这时候朱世贺打的倒地 出现连续拉的几十几个 二十几个回合 有多么多么漂亮 最后朱世贺输了这个球 他说我真的太无奈了 大家看他已经尽力了 尽力你早干嘛 你10比7领先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再强硬一些 是吧 你再打的技巧一点 你把这个 这就叫战机的把握 你打到10平以后 你说你打几十把 你拉不死对方 对方是你放弧 已经把他放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 战机的把握 对比赛来讲 对获胜者来讲 也是整场比赛的一个 关键点 朱世贺打得很巧啊 在落点上打得很巧 就像两个选手在进行比赛 其中有一方强一方弱 弱的选手说 在前两局 比如开局的时候 他不搏杀 然后他打到0比3之后 他再搏杀 那搏杀有用 搏杀说你看 我搏杀搏得这么好 我都最后 我还是赢不了比赛 那你第一局到第三局 开局关键时候 为什么不搏 对吧 那个时候 你未必有胆量搏 是吧 你还是想 我们俩都是同一起保线 0比0开始打 我不敢搏 但是0比3落后 他才搏 搏得再好有用吗 没用了 大势已去 为时已晚 对吧 这就是战机 你这不能把握战机 所以还是在场上是有自身的问题 4比5 现在啊 朱玉玲这个扣杀 扣杀这板球啊 对消息来讲 消息最怕 就是撞击性的这种扣杀 突击 扣杀 朱玉玲扣杀呢 并不是他的强项 他现在用的这个功力啊 也基本上用的差不多 就看狐狸梅 能不能再顶一顶 他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希望 5比5啊 5比7啊 这两个球 福利玲出现了 5位失误 正手 兜一下 消一下都失误 基本上是两个是一样的失误 这种失误 主要体现就是他的功夫问题 因为你打到了这个第三局了 你的这个 更多的消息要体现他的基本功底 基本功好的我就是不丢 对方又没有重扣你 又不是说你靠重板 好的 袁续 这球经过多板之后啊 狐狸梅还是很有耐心 所以以前中国队的一些小球啊 真的他练到那个功夫 他就是小球 就是不丢 你要么你打死我 是吧 你就重板 夯死我 如果你打不死我 我一个不丢 我不给你缝隙 这就是基本功 消球的功夫 现在狐狸梅追上了 但是刚才这个五平 刚才丢了两分 对很可惜 很可惜也不应该 对如果拿到其中一分 比分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追上来之后 你能不能不出现这种无畏失误 除非对方打得好 好的 七比八 你看到狐狸梅啊 他这个远台的进攻啊 还是有威胁的 有威胁的 他拉过去挺贼的 这球你看 他有点抠过来的 带点抹 要把握住机会 出机会了 现在 可能这个阶段 朱一龙能堵了四分 关键现在朱一龙啊 这个时候 你不拿出点硬东西 你还等着对方失误 这个心态也不对 是吧 你就是说 你这时候 你还得靠你的这种 扎扎实实的进攻啊 注意灵要凶了 肯定是要凶了 拖住 掉正手 拖住 还是拖住 拉夹转 很有耐心 好球 朱一龙啊 这个球打的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小心 其实有很多次机会 他完全可以提速 可以这个 发力 进攻的 他都没有轻易发力 说明朱一龙这个 打球 他很有 就是很有 这个 内在的一些 成熟的一面 对 要年轻人能找发力的 没找着急的 他还是能够 一万一万 他跟其他年轻学生 不一样 他经历的大赛很多 而且他在大赛中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现在狐狸梅呢 打了 这个三局 第一次 有一点小小的 优势 在第三局 就这个球 机会 这球啊 很转 很转 然后 下网 就要打成了2比1 湖里面要能保持这种发挥 他真的有机会 就看他的心大不大 他有没有那种 恒心 所以我坚决今天要跟朱一龙抗衡一下 朱一龙打消球 这个还是 这个 有缝隙的 现在朱一龙呢 他的难度在于什么呢 狐狸梅现在 对他的球路啊 对他的线路啊 包括他的落点 力量 各方面 都已经熟悉了 所以 狐狸梅呢 不轻易失误 然后呢 偶尔这般进攻 有一定的威胁 这个就看朱一龙 他在前面啊 还是要 提前发动 不能打这个熬战 打这种煎熬的拉弓 他肯定前面就要提速了 哎呀 狐狸梅一定要放慢 一定要放慢 一定要放慢 好球 一比零一比 这球都是很正常的 中方球 你看狐狸梅啊 如果能把这个球啊 拼命送长 给这个朱一龙 在 进攻上 制造难度 然后呢 他自己又没有太多的 无畏失误 狐狐狸梅呢 还是让我们的观众啊 看到了一些 小球这个打法的一些希望 好的 继续第三板 第四板 第五板 第六板 没交了 没交了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周一龄这防守啊 就像一堵墙一样 钢铁战士 太能防 太能扛 而且他这球都是 回去都是顶着他的 所以从狐狸梅的角度 这时候没办法 我不拉 我两板之后 我再回去 对一看 一看不行 我接着找创造机会 因为他这时候 已经没有进攻 他只需要绝对力量 他没有突然性了 朱一龙不怕他的进攻 你再回过头 他重新开始消 把球消长 2比2 把球 把球消长之后啊 朱一龙进攻的难度就大 同时他体力也在下降 是吧 对 我看他显得 就是两人显得疲劳程度 两人朱一龙显得比他疲劳 102 103 103 104 104 113 113 104 135 156 184 157 146 147 156 157 156 157 159 157 第一届全国新卫会乒乓球 这个项目呢 是在福建省三明市体育馆进行 文明全国的这个沙县小吃啊 就位于三明市的沙县 三明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旅游城市 没错 也是被誉为中国的绿色之都 森林的覆盖面积非常高 对 山地占总面积是82% 耕地占8.3% 它的水域其他的占9.7% 3.5% 因为朱玉玲的主动失误在增加 你看啊 现在今天这个狐狸梅啊 真是有点希望 我觉得 现在看到了萧球这个打法啊 在狐狸梅 最起码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 不服输 不屈不挠 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 之前我们说朱玉玲打萧球非常棒 好的 4.5% 像狐狸梅呢能打成这种状态 让朱玉玲啊现在很难受 朱玉玲呢也是一种煎熬 但是反过来讲打到现在呢 我觉得朱玉玲多多少少 这场比赛啊 从第一局来看 就是还是有一些轻敌 轻敌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就说 弗里玲打的也确实少 从第三局开始 对 主动性失误很少 没错 因为萧球他进入状态都慢 萧球得对这个场地 对方的线路 以及自己的这种跑动的范围啊 完全的投入 完全的活动开了 也得有个两三局 一两局的时间 所以从第三局开始 狐狸梅真的开始了进入 渐入佳境 好的 这半发力冲 就是一个冷板 朱玉玲这种球啊 要多多加强 如果老打那种拉锯战的扣纱 反正越扣呢 越往后打 对朱玉玲越不利 现在需要的双方的耐心 耐心 什么是耐心啊 这就是个诱惑 是个套 注意点 你看 故意拖得很高 来吧 狐狸梅就是应该 我坚决不打 因为我是萧球 我可以不打 我就让你打 你不是赢我上手吗 故意给他挑高球 看到没有 这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套让他跳进去 对 狐狸梅觉得碍于面子 他那么高我还不打 不打 其实他刚才那个前后的步伐还没有调整好 所以就是打冲销啊 狐狸梅是有机会 只要别乱进攻 这个进攻啊 一定要用在什么 让对方 怕 让对方感觉到恐惧的时候 你才使用进攻 在一般的打你就打到 如果打到这个轮换发行法的话 比如说啊 十二大板 其实对萧球是有利的 对 对 对我无畏失误太不应该了 狐狸梅只要松那么半口气 稍微丢两三个 对就是 就他必须得一分一分缠住 输都得缠住对手输 对 对 让朱玉玲赢得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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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狐狸梅报警 就是朱玉玲赢得很无奈 这时候是朱玉玲赢得很无奈 这时候是朱玉玲最难受的时候 真正的被萧球 狐狸梅 像蛇一样的被他缠住 甩也甩不掉 这球他总是扣下网 对 他发动的对的 就是发完球之后 在前两板解决 前两板加强 发抢 是吧 机会来了之后 就是这板扣 中扣的时候老失误 对旋转估计不足 好 现在军医棱打的反而有点乱 这样双方在前四局 战成了二平 萧球这个打法挺无奈的 在队内打吧 其实有的萧球真的具备很强的实力 但在队内不是被打怕了 磨怕了 因为你重复性的在队内输球 赢不了内战 所以往往就慢慢给磨的 磨的这个人就没有斗志了 你看狐狸梅通过今天的比赛 我看到小向他内心 就说狐狸梅 我想对自己还是很有要求 是一个有追求的运动员 有要求的选手 没有说遇到像 追灵这样的选手 在场上显得缩头 缩手缩脚 没有显得这个非常畏惧 0比1 追灵还是想甩得开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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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сдел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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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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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线 写线 现在如果这个狐狸梅 能够再咬咬牙挺一挺 不要服输 不要退缩 就是拼命和朱雨琳扛着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如果他追了两局之后 稍微就像 比如说喘口气 停一停 然后又往后退一退 好的 就上来了 2比1 非常棒这球 如果说朱雨琳 这个狐狸梅在追完两局 这一局开始又想保一保 我打得也不错了 或者自己比较满足 对 就像你三言说 就是赢两局 赢两局之后 赢两局 赢两局 然后呢 这个没有抱着那种 我要把你赢下来的 这种心理 很强硬的一个心理 那么可能他前面的付出和努力 就白费了 1比3 像这种球 朱雨琳打得特别坚决果断 这种扣杀 风险是非常大的 他前面也是 在第四局的时候 这种球打丢了一个 风险很大 就是完全的一个 侥幸一种打法 因为他并不是打突击的 他拿不擅长的扣杀 去跟萧秋打 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他正规的东西 打不透对方了 对啊 得不了分了 就熬着 他又不想跟他多熬 朱雨琳也很急现在 其实狐狸梅就应该耐心的打 多搓一把都是胜利 我现在就跟你熬时间 争取熬到十二把 十二大把 熬到计时 再回过来笑 再搓 非常漂亮 这局啊 朱雨琳真的拿出了真功夫 就是说这局 朱雨琳已经真的使得全力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顶住呢 对 朱雨琳也就没招了 这就是比赛的魅力嘛 就是比赛的这种味道 双方就是在 争强争胜 而双方的这个比分 此起彼伏的上 这个上升 对 累了 副舞蹈累了 另外呢就是说两位选手 在比赛场上 这个 这个 是我们大家 观众 有这么多的看点 对 关键问题就是两个选手都能够 你追我管 我敢 对 相互之间咬着 拼着 拼着 扛着 是吧 所以这个比赛才这么有魅力 比赛呢 像这样的球 是最好看的 对 刚才那场 男双也不错 男双也好看 但这场球 争夺的也很激烈 虽然朱雨琳 是有优势 对 而且最少从 就表面上看 朱雨琳的优势 好像是蛮大的 蛮大的 但问题在于 狐狸梅 他有这种 一种韧劲 狐狸梅 他个子不高 但是他打球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毕竟到了决赛了 对 他有那种 就是说 内在的一种气质 或者内在的一种力量 这是狐狸梅 比较可贵的地方 2比6 这个时间段 你看有一点 狐狸梅 这个气有一点 有一点漏 就输也不能太快 这时候需要 就是病着 看谁 看谁能咬牙坚持 你看他这球 朱雨琳这个球 打了 五哥丢了四个 他这球不是很有数 对 不是很有数 另外呢 他前面 你看朱雨琳的第五局 开局 很强势的一些 得分球 其实这个里面 狐狸梅要反过来 能去揣摩对方心理的话 就这里面 他也很虚的 压力也很大的 好的 哎呀可惜了 命令这个球很棒 这个球他是突然起板 但如果狐狸梅呢 能够 哎 放慢一点 节奏 再揉一点 再揉一点 再放慢一点 把这个球送长一点 那就漂亮了 关键是 他一突然发力 突然起板的时候 狐狸梅也是突然僵硬 中发球 你看到销球啊 都注意力打到后面 这个攻球 进攻 都没效果 都没有效果 所以狐狐狸梅呢 还是要立足于他的销球的稳健 三比九 我必须承认像朱毅玲 他打了这么多大赛 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 调节能力 尤其是像你刚才说的 他跟徐校园打那场球 固然有徐校园 自己发挥的 有问题 但是 朱毅玲把这场球扛下来了 说明他的能力就在 功力就在增加 所以你看他今天比赛 虽然 看着不是那么 赏心悦目 但是他能把他咬下来 这就非常了不起 其实朱毅玲在这个 第五局里面 在开局阶段 其实他挺困难的 他也是咬着牙 也是硬着头皮 对 没有办法 我只有强势进攻 但他的这个 优势在于什么呢 在于就像你刚才说 他的积累 他有这种底蕴 有这种底子 所以他那时候 他豁得出来 豁得出来 如果注意 那个狐狸梅能够 再扛一扛的话 对 是吧 再扛丢他几个 就让 周毅玲能够再拉丢 一两个的话 就这一两分球 对 作为萧球来讲 他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做到 所以这一局果然呢 还是 跟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 这时候 他就不能说这种 狐狸梅是一种满足的 一种状态 而在这里面 他必然 就是那种强势的东西 能不能一直延续 能不能持续 坚持 和这个 攻球选手 注意点 抗风 他只要稍软一点 对方哗哗 连珠炮弹式的 这进攻 他根本 马上他就 体现出被动 现在呢 我想呢 从狐狸梅 萧球的 这个 发挥上面 就是不要轻易 进攻 现在进攻 没有什么用 几条线 注意力量 封的都狠死 所以力争于什么 耐心 在萧球上面呢 做点文章 比如说萧球的 键路 萧球的弧线 能把线路销长 然后萧球旋转的变化 把这个重心啊 要放在这个 销的上面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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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大多数的 这个国内 好一点的销球 在打 国内的比赛 甚至国际的比赛 就是和这个 中国队 对队友进行比赛 特别是主力选手 对打萧球 特别好的 顶级的选手 在进行比赛的时候 其实 有时候萧球 是有机会的 但是 更多的时候 是什么呢 萧球也不是说 自己把自己打败 而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时候也是 被攻球啊 给吓怕的 他也怕 因为人一抬手 就跟打架一样 拳击是 他一抬手 他就虚 他就害怕 他要克服这种 恐惧的心理 而且萧球最怕的 就是这种扣纱 真正拉弧圈的人 萧球 萧到一定的境界 他不怕 因为萧 这个弧圈球呢 他不像扣纱 过来这么球 这么弧线 这么怪异 没有规律 往下砸啊 往下抹啊 什么的 他不好掌握 这个弧线 不好掌握 它的规律 不像弧圈球 这么正规 所以有时候 萧球啊 比较 可悲的地方 就是他 被吓的有时候 真是被吓的 对方并没有 真正的说 发挥到的 哪种极致 这个时候可以 控制朱玉玲 非常会调整 现在没办法 朱玉玲撒开了 现在 第五局没咬住 然后第四局 开局上来 对 基本上这个球 就不太好打了 现在 现在朱玉玲 开始又恢复 他的恢复功力了 对 前面有一段时间 是 打的 已经到了一种 差不多了 很急的 没什么太多的 内容了 或者没什么 真正的 没有太多办法了 没有太多办法 对 所以 这时候人家 一恢复之后 萧球选手 胡立梅 现在想 搬回来 就太难了 除非 朱玉玲 犯大的错误 杰柱弟们 杰柱桃辰 杰柱 产球选手 杰柱敦 杰柱桃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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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变了一个 现在狐狸梅真的是 攻也没用 消也没用 这就是战机 错过了 战机就出现在第五局 一场比赛当中 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 爆发点 或者都有一个 战机点 战机就一说叫突破口 总是由你可以 拿下比赛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时刻 就看谁能够抓得住 因为他毕竟 他是一个场上的参与者 他可能不会 说像旁观者青 这种能这么好的去分析 场上的战机什么时候来了 抓住这样的战机 这场比赛的两位裁判 也都是女的 一个是朱柯 对你看这场球 其实对于狐狸梅的战机在那 在第五局的尾局下半局 以及第六局的开局 他抓住了一个 对这局的开局咬不住 彻底就全线崩溃 你打朱柯柳就是打一个紧张 如果朱柯柳都松块了 是吧 松弛了 那你削球 你弓也没用 削也不起作用 这个提到这个厂业裁判 这副裁判我们前两天 他来到北京 我们还在一块打过球 也是苏州士兵赛的主裁判 然后是苏州级的 叫顾新一 然后前两天 他是苏州财政局的 我们还在一块 他来北京学习 我们一块还打过球 球打得也非常好 裁判应该说 都比较热爱打平方球 对 但是我觉得裁判 都挺不容易的 因为本身他不是 像中国的裁判 不是专职的 都是兼职的 像他们现在等于 请着嫁出来 乒乓球裁判要到 中国拼协要去考 考资格证 对 还有比如考上 国际裁判了以后 还分蓝牌 现在朱雨凌 达到了第一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的 女子单打乒乓球的 冠军点 看见狐狸梅的腿上有伤 现在狐狸梅是腿受伤了 他本身就打着 十字针带上 就打着那种胶带 医疗胶带 可能刚才那个大范围 我觉得这肯定是 他出现抽筋的状态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痛苦 就是说拉伤的时候 他也就是说最多疼一下 肯定是抽筋的 应该抽筋了 应该抽筋了 体力消耗太大 太大 确实 等于因为朱雨凌最好 前后跑动 他是前后左右 几个方面 他今天狐狸梅整体来讲 确实打得已经相当棒了 我觉得抽出了 他日常的水平 但是你看 突然倒地 抽筋 因为他倒地的时候 他非常痛苦 那就是在抽筋这个情况下 朱雨凌在上一次和陈梦进行决赛的时候 也是因为陈梦 比如说 陈梦是扭伤 扭伤 那么朱雨凌也在第一时间 走到对手的这半边 走到对手的身边来 安慰他的比赛的对手 特别有这种大将 老将的一种风范 没有小家子气 现在还给他掰 还是挺严重的 严重 抽筋 抽筋 所以除了竞技比赛 那么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 青年运动会 在竞技比赛场上 还有很多友谊 还有很多对手之间 队员之间的感情交流 我觉得也在这个比赛当中 体现出了队员之间的一种 相互的关心 一种人文关怀 他本来你看他这个腿啊 是有伤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超复合的一个女单的决赛 直直搞下来 不能动 这不是小腿抽 大腿抽 大腿抽筋 好一点 抽筋啊 非常可怕 你看像游泳的时候啊 抽一下抽筋 有些抽筋的时候 不要命的 就得往实际掰才行 对 黄义琳一种拼搏精神 也是致敬的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这两位选手 这样 朱毅玲 就获得了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的 冠军 但是狐狸梅的这种拼搏精神 深深的感染着 感动着我们 带着伤病 并且呢 坚持下来最后一个球 并没有说出现抽筋之后 就要求 这个结束比赛 而是坚持打完最后一个球 双方是在一种友好 友谊 和谐 共同拼搏的一个环境下 结束了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是一种高境界 特别是在青少年 清运会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年龄段上面 我觉得 双方都有很高的境界 对 这种比赛也是世界高手 对 也确实 朱毅玲 包括狐狸梅 都是我们所有的球运朋友 和观众朋友 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一些 优秀品质 感受了青少年运员的风采 对 值得尊重的选手